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文艺博士就是布希跟胡锦涛在白宫会面的时候 在那边抗议那个牌子当中还被逮捕的那位医院王文艺博士 我曾经在美国也是因为访问了他两次 而被广播公司勒令叫我不能访问他 于是我把我手上三个节目全部抛掉 我不做了 所以王文艺博士给我们的一些资讯 非常的详细有关于活体器官移植问题 郭顺先生他对中国的情形 他的了解程度远大于所有的 很多很多台湾的朋友们 所以今天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是恰当不够的人选了 今天在洛杉矶是晚上接近凌晨12点 他特别当个夜猫子来跟我们聊一聊 郭顺先生您好 李大哥您好 千锋的朋友大家好 好久没有在视频跟这个李大哥来聊一聊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好来 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好吗 有关于这个吴祥辉有关杀戮这本书呢 他显示都很多 柯文哲的很多一些 他在当医生的时候的一些谈话 所以在那个时候2008年 要发布这本书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柯文哲医生 所以他这个整个背景 我相信没有 我们一定要先清楚 我们现在是讲柯文哲医师 这个他现在讲这本书的内容 所以柯文哲市长和柯文哲是 两个不同的人 好吗 逻辑不同 表面是长得一模一样 双胞胎 但是脑袋完全不一样 好来 我们先请郭隋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这本书所牵涉到你认为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你的看法 谢谢 当然这本书的话 这个作者的话 他的重点就是 活这个中共对法轮功的学员 这个活体栽器官 这是一个 这个一般国际上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反的内罪啊 就是说人家还活着的 就帮他器官拿掉 然后还用这个器官去盈利 赚了就是说这个 这个中共方面的某些单位 在这个上面赚了非常非常多钱 我们就是说直接谈到了一个 一个蛮 就是说蛮关键的一个人 就是刚才这个李大哥提到的 王文怡博士 王文怡的话他是在这个东北 在东北的话他这个 他这个以前的学业成绩非常好 被这个国家保送到芝加哥练医学院 然后他这个他后来医学院毕业以后 他就做病理啊做病理医师 所以他的医生他是很专业的 然后他的话对这个活体 对中共这个迫害法轮功的话 他是非常就是说这个非常反感 而且就是说对这个事情 非常专注的反对 所以他就利用他的闲暇时间 就做大纪元的记者 然后我们都晓得就是说这个 刚才你提到那个2006年 王文怡的话在这个白宫 对这个胡锦涛呛声 那一年的话 这王文怡就是一个风云人物 但是这王文怡这个人物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 他是4月份在白宫呛声 然后我们这个在洛杉矶的全桥母 就是说这些理事的话 就希望他就是这个8月份到 就是在这个洛杉矶全盟的联会 来做现身说法 他这个这个联络工作是我联络的 所以我跟王文怡的话 就是说这个私下也有很多交流的时间 那有一点的话 对有一点大家再不晓得 就是说王文怡还有一个技术 就是他2001年 他那个时候江泽民在欧洲访问 他就自费这个飞到欧洲 在马尔他这个岛上 直接面对这个江泽民呛声 就是他呛声当然是说 你要停止这个迫害法轮功啊 或者法轮大法好之类的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次了 就是他第二次的话又在白... 就是说2006年的4月20号在白宫 这次造成就是说很大的这个震动 那他的主题的话 他这个抗议的主题的话就有这个 就是说抗议就叫中共停止这个 摘取这个法轮功的这个活体 摘取这个器官 他就提到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 他这个全球盟演讲完了以后 就他在这边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乔尔中心开了记者会 就是他专门报告说 很详细的报告就是说这个 火体摘器官的话这个来龙去脉 那主要的话是 对不起我先打差 各位乡亲生朋友 刚刚郭顺先生跟我们讲的 乔尔中心是指洛杉矶的 那个乔尔中心 就是在Losme那个市场 好请继续 好那这个我这简单大概 我用最简单而要的方式 不浪费很多时间来大概讲一下 是 那后来对那个王文宜博士 近你这样想解释应该很详细了 那他跟台湾又有什么连结吗 好他在这个乔尔中心很详细的报告 全球的就是说这个怎么样 就是说来调查 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很大一个组织 全球的组织就是说在欧洲 在亚洲都有 但其实他们是 你说他们是指谁 是这个法轮功 法轮功成立一个群体很大的组织 是什么组织呢 一个很大的组织叫做全球调查 这个火体器官这个移植的 一个调查团 那这个调查团为主的话 就是加拿大两个 比如说一个退休的一个外交官 叫大卫乔高 还有一个也叫大卫的David 两个人是为主 好这个在欧洲有 有他的分支 在亚洲在韩国在这个东南亚都有 在台湾也有 所以我们重点就给他转到 就是说台湾这个部分 大概是在8月份还是9月份 就是就王文瑜到台湾去 到台湾去访问 他临走以前的话 我有跟他通过电话 他就跟我讲 这是他亲口跟我讲 他说他到台湾 当然是到这个台湾的国会 到立法院 他希望就是说在台湾引起 从立法院开始引起大家的关注 因为在台湾的话 那个时候就是说 大概一般人还不太关注这个 这个火体栽器官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请了两位 他想在立法院的话 就是说先开个记者会 然后再开公经会 然后他就联络了两个立法委员 当然是这个林领导的 绿的立法委员 他就联络了赖清德 赖清德 蓝的话 他当医生嘛 赖清德也是医生嘛 绿的就联络了高雄的黄昭顺 黄昭顺好像也有医生的背景 都讲好了 所以开记者会 下午大概下午两三点钟 在记者会在这个立法院 后来结果的话是这个 赖清德是准时出席 这黄昭顺就不晓得什么原因 就缺席了 就没有去 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国民党的话 其实大概给他很大的压力 他就不敢出席了 那这个工庆会就是开得很好 这记者会开得很好 就是说这个我想在 在绿云里面的这个立法委员的话 这个有几个立法委员 除了对法轮功的事情比较专注 像比方说像田秋景 像小美琴 是 好这两位对法轮功的事情是比较 这是人权方面的嘛 他们会花一些精神 花一些时间在这上面 对我打插一下 关切 但是实际上有亲自去参加这个 一些动作的话 很像只有赖清德一个人我记得 是 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台湾的调查团的话 赖清德是团长 OK 就是他单纲啊 就是台湾的话 赖清德是团长 副团长是邱晃权 邱晃权就是台湾人权协会的 那个理事长律师嘛 那个时候的这个理事长 邱晃权律师也是很有名的 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赖清德 真的是广目相看 因为法轮功的事情或者是对 就是说反共方面的议题的话 台湾的立委照我看来的话 很少人愿意说站出来 好像不晓得他们在怕什么 还是担心什么 那个时候赖清德就敢直接跳出来 而且担任他的团长 我对赖清德的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的话 就是说在立法院开完公听会的话 这个赖清德还有好像提案的 提案就是说立法院有一个提案 就是说请这些医界注意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话 这个就有有些人这个 因为台湾的器官可能不够嘛 有人需要换器官的会到中国去 所以他们那个提案就是说 希望了台湾的医生注意 就是说中国的器官的来源 如果说是这个活体器官来源的话 请大家注意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 就是说违反医德的 是 是说救一个人还要去杀一个人 这是违反医德 好谢谢你那么详细的介绍 赖清德的当选跟法轮功信徒的投票行为 你认为这间有关系吗 这个法轮功的朋友 我在这边如果认识很多法轮功的朋友 我们晓得那一段时间 你晓得这几年的话 每年都有神韵到台湾去表演嘛 也是一票篮球 他们就是说法轮功的朋友的话说 就是说一般的 这个也没办法说详细的这个说 大概一般的这个坊间的说法的话 他们在台湾的话 大概有30万到40万的这个工友 就是练功的这个学员还是 就是说这个有差不多30到40万 那个时候我就在分析说台南的话 你平均分的话对吧 台南的话每一个县市 大概有的是5万到8万 或者说是3万到5万对不对 对因为我记得上个月 就在台北的孙一仙纪念馆 大纪元那个法轮功新唐人等等 他们这些信徒呢 就有一次好大的集会 我在旁边也看了 他们还举个牌子是要求习近平 法办江泽民啊 所以我印象深刻 哇那个阵容非常的大 我相信这还在台北呢 法轮功学员的票也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牵涉到法轮功器官 这个活体灾处的话呢 这个政治任务就可以算是不要选了 我可以认为这个是中间选民的票 非常的大 对这个是这样的 他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在洛杉矶的法轮功的活动 他每年他就是说在蒙群帕那边都有游行 把他们的阵仗了 阵仗很大 鼓队啦 乐队啦 一大堆 他们光是一个乐团乐队 天国他们叫天国乐队 就是差不多120人 还有跳那个仙女舞的啊 跳那个仙女舞的是吗 像那个乐... 那个就是说他们的办活动啊 他们就是说这个邻居力非常强 是 你比方说我那个时候就是跟家那个 就是说在私下的话谈的话 我说这个台南的票啊 法轮功的朋友的票 这绝对是给大家清楚 一张都跑不了 是是 是不是 是 这个我这样是很合乎这个 对我们分析的逻辑 对因为我在洛杉矶 前锋也曾经访问了法轮功的一个汉医师 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啊 也到棚内来了 我们跟新唐人大巨人都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长途期的去关注啊 我也跟你做好多节目来讨论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们在台北的时候看到以后 我对法轮功这个学徒呢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就是 他们这个凝聚力非常强 而且呢他们是强调真善忍三个字 所以这个关于真这个部分呢 假如台湾的任何政治人物 牵涉到器官活体摘除了任何information的话 这个真大概就被蒙上一层阴影了 这个善那也惨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这次吴祥辉先生 他这个登了全版的广告 无论如何已经实质上 对柯文哲的选情造成的实际上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下一节呢 我们要继续来跟各位观众朋友 来讨论一下 那个Eason Gottman 他这本书上所讲的一些事情 我们千锋的观点是在哪里 我们...部长我们马上回来好吗 是啊 好好 今天谢谢大家 我们马上回来 主唱 中国名字幕厄 我们要联合 我们要联合 国民观点栏目 我们要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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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